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北市信义区商圈新光三月百货公司地下停车场,昨晚传出女子遭挟持强盗案,有媒体整理过往类似案件,发现地点通常发生在地下停车场,待图目标尝试开名车的女性,利用女性开车门瞬间入侵车内,挟持强盗联合新闻网整理出发生在2010年台北市101大楼, 2010年台南市新光三月,2014年台中新光三月百货公司,即这次信义区商圈新光三月发生的女子遭挟案,发现共通点在于,地下停车场,受害女性开名车,利用开车门瞬间犯案,挟持抢劫财务综合媒体报道, 2010年101大楼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曾发生过抢案,二女要驾驶BMW离去时,遭蒙面抢匪侵入车内压人结财,得手24万元现钞与市价488万元的名车。 同年四名歹徒在台南市新光三月地下停车场,押走开宾市的30岁女子,得手24万元。 2014年,台中新光三月一名开宾市车的贵妇遭抢,二名歹徒抢走1万多元现金,并逼迫她在银楼刷卡19万元买金市。 昨日台北市信义商圈的新光三月百货公司地下停车场,一名驾驶BMW的女子遭歹徒持刀挟持,歹徒盗领11万元。